歡迎收看今天的突然類伍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藝人生命趣事多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姐姐最喜歡酸那個免錢的 不是只有我喔 妳自己也是 妳自己也是 好開心喔 也不是好不好 也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其實我覺得只要是女人 然後可以編輯的 算了 大家都很會算的 加上我們今天老師 都是非常準的耶 是的 還有在看前世今生 廟增住此業 都是很準的耶 對啊 我們可是有口碑的 所以今天好興奮喔 對 現在歡迎我們的來賓 王豬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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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的廟增住持 王豬 大家好 林老師好 妳有沒有覺得林老師會比較好 妳有沒有覺得林老師 她兩個酒窩好可愛喔 對啊 就是繡起來就是很甜這樣子 又帶一點點帥氣 她不是酒窩 她是酒窩帶梨窩 對啊 因為我是有兩個梨窩 狼姑也是嘛 狼姑也是有一個 我是酒窩 然後就有一個梨窩 然後我們在談那個狼姑的爸爸的事情 因為剛剛我們在裏內容 我還以為真的狼叔就是狼姑的爸爸 狼叔是我爸爸 沒錯啊 狼熊 對 狼熊 我以為我們認識的狼叔是狼熊 對 以為是狼姑的爸爸 結果不是 不是 聽說因為這樣子發生很多趣事 我有一次到中世的時候 碰到就是她太太 姐包家包導播 我們叫她包媽嘛 然後包媽就... 就是愁眉苦臉 看到我就 丫頭妳快過來 妳給我妳電話 好啊 導播跟我要電話 她說跟妳講 一天到晚有人打電話 到我們家來發通告 發妳的通告 好不好 真的嗎 我都跟他們說了 妳不是我們家女兒 他們還說 包媽 幹嘛 妳要抬價錢啊 這不是我女兒啊 我女兒我幹嘛不認啊 以後我就直接把他們電話給妳 不是 他們都半夜打來 好像我們都不用睡覺 我就覺得不是我的錯 但我很抱歉 然後不然就是 我的...我以前的那個房東 身頭很高義的人 然後呢就是有一次新聞是說 郎叔叔生病心臟不好這樣子 然後隨她金鐘獎沒有去領 然後那個房東就 妳老婆有比較好嗎 我老婆很好啊 不是看白 沒有啊 身體很好啊 不是說心臟不好 她臉色越來越難看 她看一種不孝女兒的眼神看著我 不是說心臟不好妳都知道 對 沒聽過我老婆心臟不好 不知道有在看耶 她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從她眼神讀到 就是那種下個月 我就不會再把房子租給妳了 準備要收我 對 然後我就突然就... 就想一想 對 她覺得我很不孝 因為她很高義的人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我說 妳是不是在補充上 上上看到那個狼熊 狼叔 看白的事情 對啊 那不是妳家是大人 那是他們真的不是我們家是大人 我老婆不是狼熊 然後她就... 唉唷... 我不是說妳們很不孝 妳走人走去都沒去看妳老婆 過世的時候妳也被誤會 妳是個不孝女 有那個...先是... 先被記者嚇一跳 早上九點鐘當天 現在講狼熊的事情 真的很抱歉 不好意思 當天接到電話 記者就說我是某台記者 然後我就說 有什麼事 睡著迷糊 什麼事 他說妳是不是知道狼熊過世了 我嫁到 我扶著牆 不能動 我就說妳在講什麼 再講一遍 早上五點 不能講話 妳不知道嗎 那記者也開始質疑我 妳不知道嗎 妳會不知道嗎 妳家人沒有通知妳嗎 然後我就更害怕 對 我就說 我家人 她就說心臟病人妳不知道嗎 我一聽心臟病我就知道了 我說妳是不是說狼熊 狼叔 她說對啊 妳會不知道嗎 我是他們家女兒 妳覺得他們有必要早上 她才嚇一跳就... 對不起 然後接下來就有很多記者打來 可是那個低通電話打來的時候 我是整個坐在地上爬不起來 腳軟 謝謝你才能過 對 但是我當然我心裡很不舒服 因為狼熊 狼叔叔 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演員 對 很棒 然後這個事情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出外景到一個 我記得好像是到新竹市的 新竹市立殯儀館我們去採訪 一些這種葬禮的習俗 然後那裡面的工作人 也是很好心 她就一直在看我 我就嘻嘻哈哈很開心啊 才過兩個禮拜而已 對 才兩個禮拜 她就一直用一種同情的眼睛這樣 都不害人跟我講話 後來終於鼓起勇氣 讓小姐 妳心情有比較好嗎 我心情很好 她就 妳們演藝人演真的很辛苦 妳看家裡發生事情 妳還要在這裡 我就說 我家出什麼事情 她說 妳父親不是 才走了兩個禮拜嗎 我就說 她真的不是我父親 大家都誤會 她說 原來是這樣 我還想說 聽說妳很孝順 妳笑得這麼開心 我以為妳是 她是傷心過度私心的媽媽 沒有 剛剛連我都以為是 郎哥郎哥是郎哥的爸爸 妳還說不是有一次曾慶與曾姐 對啊 在一個在賴勝川老師家碰到她 然後呢 她就說恭喜啊 什麼事啊 謝謝 恭喜啊 妳爸爸得幾馬獎 不 不是 我爸什麼時候慢著 我們去拍戲 我什麼都... 他到了美術獎 對 我就 是嗎 她就 妳不知道嗎 還是妳媽媽上台領獎 我媽也上台領獎 不是 我就完全覺得 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我很不孝 那個時候我那秒鐘 但是她看著我就說 這麼大事妳都不知道 我...妳是說狼熊狼叔嗎 對啊 我說 對 我爸是狼叔 但是他是做你們節目那個狼叔 他就這樣 等一下 妳千萬不要跟他講 他會罵死我... 因為狼姐的爸爸是 做道具的 海事 對 城市 真的是誤會大力 我們剛剛講說是藝人算命去世多 是 妳有沒有算過命 妳很相信嗎 秀琴 我其實是到 最近才有陪朋友去算 才...就是半信半言的 可是聽說老公不相信 我們那個黃金戰士不相信 戰士因為是很虔誠的 我們家都是很虔誠基督徒 所以他們有時候 他們去外地比賽啊 然後球隊會... 整個就會帶到廟裡面去拜拜 什麼希望今天很順利 他都是坐在那個巴士裡面 等他們那個 他就連下去都不下去的那一種 聽說妳有幫妳老公斬過桃花 斬桃花 妳真的斬桃花有用嗎 妳怎麼斬桃花 朋友就會介紹說 那個老師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就想說 一方面是 那時候我們才剛買房子 只是想說 要請那個老師來看一個風水 對 然後他就開始問啊 就說 妳先生是睡哪一個地方 然後我睡的那個 那個老師是詹維中老師嗎 變錢了嗎 他就先一看嘛 就是說 妳家有那個喔 這個梁柱怎樣 對妳們會不好這樣 對... 然後就說 我老公是睡在哪一邊這樣 然後我說我下床是面這裡 然後地板是木地板 然後他睡的 就是直接下床就是磁磚 他說 妳看 妳們最近是不是 妳老公對妳人言人語 我就說 後來就回想說 對 很像有 很像有 最近就還滿常口角的這樣子 對 他說妳看 我跟妳講喔 其實喔 那種什麼結婚照什麼照片 就是不要放在那個 不要放在床頭上什麼的這樣 是嗎 不是很多人都放在 我們現在也放床頭上嗎 是嗎 不會啊 天啊 我老公現在人在大陸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呢 對 她就說妳看 妳老公呢 一下床 就踩到冰冷的磁磚 就是整個 就是它就會影響到 誰不是下床都踩到外面的磚 妳看那邊是冰冷的磚 因為我那邊是 對 妳們在裝潢怎麼這麼怪 因為我們家下床過去 這樣彎過去就是門口 就是要到客廳 像有些人家裡 全部都是磁磚那怎麼辦 不是 就妳知道 當下那個老師這樣講 我們就對喔 對 她就說那妳要嘛就是 全部鋪墓地板 我說那那邊有空 有 我不可以卡住 妳只能說這麼多好而已 對啊 我就說那老師可以擺個 譬如說拼毯還是地毯 她說這樣也可以 對 她就說妳們這個門是什麼 我說門就進去就是浴室 妳通常會給它分開 就是做淋浴什麼分開的那樣 對 結果她就說妳這樣不行 她會有二房 就有兩個房間 房間不能有兩個門這樣子 可是現在整個就是 對啊 我去每個人家 每個人家都是這樣 我家也是這樣啊 二房 不老住在大陸 二房 瓜 妳看 不是 姐夫現在在哪裡 在樓下 不是 有些人 她甚至說她房子比較大 還會坐三個門 因為另外一邊就去平衡 就是那個服裝簽 對啊 還有一位間啊 對啊 還有 然後反正那老師講什麼 我都還很相信這樣 她就說 不然妳就 就是跟妳老公換邊 然後呢 她不就換一邊了耶 沒有 她就說 因為我 她就是講說那個桃花的那個 就是盡量不要就是睡 讓她接近水啊還是什麼 對... 女兒是禍水 就叫我就是 睡水床不就完蛋了 真的喔 我有個朋友 她的床是水晶床 後來妳有沒有改 她這麼早做棺材幹什麼 後來就改啊 後來就改 然後她就有叫我做一些 放一些東西在床底下 放什麼 講出來放什麼 而且她老公那邊就發現 她放了一些有的沒的 沒有 等一下再講... 對 然後就是 她就說妳要去海邊 要自己去拿 剪三顆鵝卵石 然後綁紅線 妳可以分得出什麼是鵝卵石嗎 我花蓮人 七星潭水邊 海邊都是鵝卵石 沒有 花蓮石 平常都拿來吃的喔 沒有 整個啊 石鍋大湯 甜甜還鮮 鹹的還不錯 當堂吃啊 對 所以我們都假牙 對 趕緊撿回來了 對 把紅線 然後綁紅線這樣 然後就是說在什麼床 還不是枕頭嘛 就床底下 就是我們要剪指甲 頭髮 然後還要什麼大髮你知道 對 妳知道嗎 可是在當下 整個感覺就是完全是 相信老師講的話這樣子 對 然後就整個就做啊 然後睡到一半 我覺得這不是很像那種 下骨之類的 剪頭髮就好了 妳幹嘛拔他頭髮 我平常也沒有辦法 幫他剪頭髮 因為他睡覺你就偷偷剪掉了 一定會有掉到那個浴室地板 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他的 還是我的你知道嗎 他那麼短 他那麼短 我就整個就是 很蠻心 像已經很擔心 已經投入了 對 所以妳一切都造作 剪指甲 剪頭髮 然後就放一個黃包袋裡面這樣 然後放在床底下 對...然後就放在床底下 然後呢 我不知道我們這麼快在 不到一年 我們就搬家了 然後呢 那我也忘記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都忘了 我在床上放了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床底下 對 然後後來搬家公司來啊 然後就是他就先進去 然後就說把這個床 要怎麼樣包起來什麼 後來喔 他就很氣沖沖 坐D&T上來 因為他已經拿在手上 然後他就說 妳現在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就是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的 就是說 為了要防止老公偷吃 然後可以有一種方法 就是妳要想辦法拿到 老虎的大便或是馬的尿 老虎的大便 對 跟馬的尿 要摻到妳先生吃的東西裡面 對 就一點點 然後他就可以保證他不花心 一輩子 對 不知道從哪裡出來的 這一個留言之後 動了人每天來要 獅子大便跟馬尿 可是後來人詩再太多 他們還要發牌子耶 啊 要剪指甲 剪頭髮 然後就放一個環包袋裡面這樣 然後放在床底下 對... 然後就放在床底下 然後呢 然後我不知道我們這麼快在 不到一年我們就搬家了 然後呢 那我也忘記這件事情 妳知道嗎 我都忘了 我在床上放了什麼 有的沒有的東西 床底下 對 然後後來搬家公司來啊 然後就是他就先進去 然後就說把這個床 要怎麼樣包起來什麼 後來他就很氣沖沖 坐電梯上來 因為他已經拿在手上了 他就說 妳現在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妳跟他嚇死了 妳原本他還不知道是那個搬家公司 跟老闆跟他說 妳要先脫帽 不是 因為那個感覺 妳放在床上就還滿恐怖的 就要綁紅線 就有做法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那個床架拿起來 床掀起來 怎麼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老公就看 指甲 頭髮 還有大頭照 是哪一招 他的大頭照 對 然後就要寫說 他還說背面你要寫說 妳很愛老公的一句話 反正就是 希望妳們是恩愛的 幹嘛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也忘了妳知道嗎 他整個就很氣憤就說 妳現在對我做怎樣 做了什麼事情 我說 怎樣 我忘了 我看到那個紅包袋 我說沒有... 我跟你講喔 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一兩年一直受傷 覺得妳運不是很好 那老師就看我們家風水啊 然後就說那個涼啊 怎麼樣什麼 反正我就突然天馬行動 亂講了一堆這樣 他說是嗎 我以為妳在對我下骨 那妳是不是對我下骨 希望我都不要打得很好 幹嘛什麼的 然後剛好那一兩年 他就是還滿不順的這樣 他就整個就有怪我的意思 怪在妳身上 以為是妳 沒有 妳沒有跟他講 就是希望妳能夠打得很好 可以每一場都全內打 所以我才避放他 可是我已經 妳看 整個球技我都沒有出場啊 是怎樣 就整個就說 妳有補到哪裡去 妳做這件事情 她自己是在她緋聞之前 緋聞之後 那結婚 剛結婚了沒多久了啊 那很久了 所以表示沒用啊 還是被拍到啊 因為我了 就沒有找了嗎 因為被發泄... 不好抓妳有沒有 那我問一下這跟住持好了 妳覺得這樣子 展桃花的方式有用嗎 這樣的方式 對我們來講是沒有用 很無聊是不是 就是這一個 就基本上我跟彩樊 也不相信展桃花這回事 桃花... 其實應該找法師不是找老師 老師不見得會盜法 很多算命師他就是會算命 地理師他就是會看地理 他應該告訴妳 陽仔怎麼樣去變更 好 房子怎麼樣去做改變 而不是告訴妳 這很奇怪的方法 沒有耶 現在很多的算命老師 都是很全方位啊 妳送張老師 也會看風水 也會看風水 對啊 現在大家都... 最近還會學看星座耶 中西方都... 這樣會比較年嗎 但是張柏洛老師啊 對 學禮跟道法 其實差很多 我們來請問一下林老師 因為她是算性命學的 譬如說展桃花這回事 就以性命學來講 有沒有辦法解 比方說她林秀琴 她這個名字 她老公是桃花朵朵開 有可能 那你有沒有辦法把她改名字 改到就是說 可以展她老公的桃花 那倒不是用名字去展她桃花 那用什麼拿刀啦 不是 她的名字呢 可以讓...比如說她的夫妻功 把她調整到 她跟她的老公是一個很協定 很和諧的... 那這樣子的話 她就是老公呢 嘟到她就很和諧 那這樣子等一下喔 我們這一集做完以後 妳先不要走 妳幫我跟老公和一下 不是 我也要和一下 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留下來 如果說用心寧學就可以展桃花 妳就乾脆改名叫林展桃不就好了 林展桃 對 就名字就...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那個... 對啊 展桃 所以廟正住持來講 也不可能桃花是展得了的 可是像我們啊 我們是可以 所以妳如果說像這種桃花的話 妳就是要買花 到廟裡面 把我們換花還多回去 什麼花 換花 就是妳買花來拜佛祖 或是說譬如說 我們是前後年來辦事嘛 然後妳現在拿花來 拿玫瑰花來 我們是一定要玫瑰花 玫瑰花拿過來 玫瑰花好多顏色耶 什麼顏色 桃紅色 桃紅色 絕對不要黑色的 那個是紅色不要 桃紅色的 然後妳買一支剪刀過來 剪桃花 當然要買幾朵 一朵 我跟妳說不是幾朵 就是一盆 一盆喔 不管盆栽的嗎 對...盆栽的 一盆小小的拿過來 拿過來 然後再帶一支剪刀 那我們幫妳們做 我花給妳剪了 剪刀還給妳回去這樣 就是把它爛桃花剪掉 剪掉 然後花就留在尿了嗎 還是花也帶回去 花的話 全部把它就是說不好的 把它剪掉嘛 留一朵最漂亮的 哪裡回去洗 泡澡 哪會去洗玫瑰花玉啊 可是我覺得真的要讓人家 知道一些比較對的方式 因為我記得我在很多很多年前 那時候去... 有個節目叫頑皮家族有沒有 那段時間在流行什麼 就是也不知道從哪裡傳出來的 就是說 為了要防止老公偷吃 然後可以有一種方法 就是妳要想辦法拿到 老虎的大便或是馬的尿 老虎的大便 對 跟馬的尿 摻到妳先生吃的東西裡面 就一點點 然後他就可以保證他不花心 一輩子 對 我不知道 他只是這麼說 有這個說法 然後剛好我去上節目 然後那訪問的是什麼 那時候視力動物園的 就是視力動物園裡面的人 他們就說 不知道從哪裡出來的 這一個留言之後 動物園每天來要獅子大便跟馬 他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嗎 他們就說這怎麼回事 後來大家就一直求 他們就基於服務的心理 可是後來人實在太多 可見有多少的婦女 對自己的婚姻 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他就去要啊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討論說 他們真的把他拿回家 加在他們吃的食物裡面 做了一點點 馬尿 馬尿或是老虎大便 我如果是那個老公 因為我本來沒事的 我都要跟妳離婚 妳今天拿屎來餵我 我知道 老公就知道啊 對 老公知道不可能吃 那是要吃一次還是吃一個禮拜 一次啊 一次就好了 對啊 滿簡單 我想我今天在月底動物園啊 妳今天整天在動物園排隊了 真的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事情本來太誇張了 怎麼可能啊 怎麼有可能啊 然後妳有沒有算過命 妳相不相信算命 我倒沒有說把他看重的非常 妳有沒有算過不準的 就說他跟你講根本就是在... 就是在... 有啊 我們有採訪過 我不是自己去算 也是去採訪 然後那一間呢 就是什麼宮啦 中南部 他們家就是三台 就是從阿公 就是外公 到那個現在的宮主 就是那個媽媽 到他的女兒 第二個女兒 都是 就是有跡身 那他們也有很多信徒 那之前就說 他們幫人家辦事情 看什麼都不收錢 就是靈感這樣子 可是到後來就那天 就出了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因為他們人是挺好的 但還會帶著他的信徒 就是靈洞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我爸上 穿著黃色的那個衣服 就放了音樂 大家就開始像仙女一樣那邊 對啊 其實跳得很漂亮你知道 很漂亮 然後跳得臉紅氣不喘 臉紅但是氣不喘 就每個人臉色都變得很桃花色 很漂亮啊 就像我們沒有曾柱子一樣啊 他就是這樣啊 對 就... 但是他們更紅... 他們更紅跳的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結果我們就覺得很有趣 採訪王要走了 他們還留我們吃飯 人很好 可是最後就是到他女兒 我們快要走的時候 他女兒突然間 雞身幫一下子 就寄功活佛來了 那他女兒本來是女生 然後他就開始這樣 坐得像男生 就是腿會比較開 然後就很豪邁 拿了一個葫蘆跟一把扇子 就坐在那邊就開始 開始跟大家講話 然後我們吃飽飯 就過來跟他們告辭說 謝謝 我們要先回去了 他就說少年 你來... 我就 我喔 對啊 我在看起來 你當然是少年了 你來... 你來 站那邊... 我就站在旁邊嘛 我助理人在旁邊等 他說 妳不知道妳今天怎麼會來這裡 就這樣看我 我就說 喝酒 我就說妳這少年人有什麼事了 妳今天會來這裡 是因為妳老爸啊 我老爸 對啊 妳老爸不是... 旁邊的女信徒就 對啊...妳老爸那個... 那個人最貴心啊貴心啊 這樣 又來了 又來了 他老公 的前世 在兩歲以前妳有一樣是 對嗎 不怪 我等一下妳人看給我 姐妹 因為妳今年非常有長輩人 長輩人 所以我不管 尤其是 我還滿有長輩人 尤其是男性的長輩 沒有 這長輩可能是...哥 來 他到我11歲 11歲 唉唷 游游滾 不是 我是說 有... 大嫂... 不是 妳不要問我 妳怎麼知道 妳今天怎麼會來這裡 跳舞啊 我就說 是因為妳老爸 我老爸 對喔 妳老爸不是... 旁邊的女信徒就... 對啊...妳老爸那個... 那個人最貴心啊貴心啊貴心啊 這樣 又來了 又來了 我老爸 對喔 妳老爸不是... 旁邊的女信徒就... 對啊...妳老爸那個... 那個人最貴心啊貴心啊貴心啊 這樣 又來了 我看到那一位就... 喝了一口酒 我就說妳少年人沒有人 我是問妳是不是結婚了 對啊 妳結婚了喔 妳生死那邊的老爸也是 等於說她也是妳老爸 我說對啊 這樣就對囉 然後我就... 但是我那個那邊的老爸 人在美國 我在好好啊 她就好... 這三個的事情 妳真的人是不了解 可是她真的覺得 不要再講下去 我就覺得她臉上 一直有三條線 然後我就說 謝謝妳的教導 而且她應該是一直冒汗 對 然後我就... 我們就上車了 就上車前最妙的是 我的助理就跟我講一句話 她說 郎姐 我差點就相信了 我已經覺得他們這一家真好 都好靈喔 結果最後那一趴 真是話舌天使 結果一片片粘袋 妳粘袋全部都在騙 我不認為他們三個都在騙 可能她想要跟我講什麼吧 就是那一招就突然變得很奇怪 我覺得應該是想要跟她講什麼 對 可能就是妳的粉絲啊 沒辦法 因為妳已經要走 她非得變一個技工出來跟你聊 對 然後就是 要不然就是想要幫我治病 我們也碰過一個 然後她就是這樣看 她就這樣 她就可以幫妳治病這樣 隔空抓藥 沒有 抓藥 她就治病 然後我就問她說 那如果隔著牆妳會不會 她說當然 對 我們就 當然不會 當然會 我們就有工作人員到隔壁 隔壁剛好是空屋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 妳這個形態喔 那個 泌尿系統不好 那裡很寒 她說她講得跟她說 我現在幫她治 她就 就隔著那個牆 然後我就說 我去隔壁看它有沒有比較好一點 隔壁是空屋 我說隔壁發現 那牆後面根本沒有人 工作人員很壞 沒有人 妳在市場 妳要去把那個市的畫面拍下來 就是他們在那邊講的時候 我就說 我覺得那邊還有一台小機器 我就說 各位觀眾 我們這裡根本沒有安排一個人 所以她在治誰呢 然後我就回來 看到她繼續 啊... 她在治療 然後不留聲 有一次去香港 碰到香港的神棍 抓鬼 對 抓鬼 香港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 鬧鬼的地方叫高街 後來因為實在太多人去採訪 他們就禁止 就不讓 我們大概是末代去的 就有一個叫七姐 七姐 然後她就說她看得到鬼 然後我們攝影單位 就跟著她抓鬼 她說她有掌心蕾啊 有天眼啊 她真的就演得很像電影喔 她先拿兩片葉子 泡在什麼水裡面 然後在眼睛這樣一抹 開天眼就對了 對 開天眼放 然後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開始走 走到那個高階的屋子裡面 我們在後面跟她 我就說妳有沒有看到什麼 她就... 她說什麼 我看它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 妳都有兩個 妳都有三個 好 抬抬我去掌心蕾 好 我扎鬼... 我扎死你... 我扎死你... 然後就... 暈死暈三 然後我繼續走 繼續扎 我扎鬼... 那每個人都會啊 她想要擋一個賣油條 一直在炸對不對 一直在炸 是要打鬼 好笑喔 對 我在那裡 比方說這種抓鬼的這些 不要說神棍啦 就是說她會抓鬼的人 有這樣子的人嗎 真的會嗎 在妳們領域裡有這樣的人嗎 在我們的話是不可能這樣啦 不可能說 像說妳們現在在這裡就說來了 不可能啦 不可能 怎麼隨時都可以到這種地方來 然後我們要抓鬼的時候 看到也不可能說看到的話 就去把她抓 也不可能 你平常你們如果真的有鬼 你們要抓鬼都是... 我們知道啊 我就會跳鐘葵 好 就是到法師裡面 跳鐘葵開廟門 師姐的那個廟門也是我開的 請她開的 跳鐘葵 其實跳鐘葵抓鬼 他們一般的法師都說 什麼斬妖魔對不對 其實到法上哪有那麼狠的 好斬 宗教上法師應該都是慈悲的 是 所以我們一般在送床 你再把它斬十兩遍 對啊 整個四遍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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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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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般... 對 那一般抓鬼 一般什麼叫驅邪 驅邪的話就是 像我們會收一些銀座建議 傳一些什麼三星酒類給這個 我們就是請她過來 一般法師在做法一定是說 不管是什麼元清借助 還是什麼銀魂 今天沒沒信者就去循環到你了 沒剛好堵到你 也要薪水二分級堵到你 所以她現在身體不好 但是現在喔 她現在終於說 不管是拔刀算了 還是透過通靈辦書之後 知道就去卡到你了 現在辦這三星酒類 就是要給你吃飽吃水 今天金銀財布要給你做路費 請我們本境土地說成風雅 帶你離開 因為幽緣去新亂 幽收去補收 這個人就跟你無緣無收了 准有緣有收 今天也給你強領 就是火力就對了 對 至於後面會拿這個什麼 拿七星劍在那邊不剛踏斗的 這個角度呢 其實就是 那只是在淨化這片 這個地方的廢氣而已 那是一個廢氣 就說我廢氣可能有一個什麼東西 過來這裡 所以這個所在沒錢去是 沒錢去 我們就是把這個廢氣驅逐掉 不是拿七星鹼去台貴 不是台貴是要把他管理 那個地方 其實貴也是很嚇壞到我們 你看不到 有人說他看得到 有人看得到 因為先天不一樣 我是法師 我平常在看的時候 我是看不到 所以你不是只有算姓名學 我的本頁是法師 所以你說全方會對 今天又知道了 但是你要學過 你必須要修行一段時間 我們不能得罪林老師是這樣 不是 他是法師 對啦 他整個都不敢 很不敢 對 這樣是真的 因為他是主持的 這樣就很要緊 我有人幫 幫幫我台貨台貨 你真正的棒 你真正的棒 宜蓉呢 你有沒有算過命 有啊 其實我去國外的時候 有遇過一些還滿特殊的算命 因為其實國外等於是那個人文風俗 都很不一樣嘛 那像我有一次 就第一次聽到還滿有趣 是那時候去土耳其 那因為土耳其它其實 先介紹一下妳的書 對 我出新書了 新書了 因為都是主持外景節目的外景 對 然後這三年來 然後我把我就是 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角度 然後寫下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 一些感覺 然後還有包括裡頭的照片 全部都是我自己拍的 然後文字全部都是我自己學的 那妳去主持這些節目的時候 妳有沒有碰到什麼靈異的事情嗎 或者是碰到很會算命的人 應該是說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我覺得我在國外 有遇到特殊的算命 對 就是那時候 剛剛講到土耳其嘛 那因為土耳其人 他們喜歡喝咖啡 尤其像土耳其咖啡也很有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們就遇到當地人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在土耳其 有一種很特殊的算命法 他說我們用咖啡來算命 我就說咖啡 咖啡怎麼算命 我知道咖啡可以做SPA而已 對 非常恐怖的就是咖啡 不只可以喝 可以做SPA還可以算命 然後我就說那 這個咖啡這樣點來怎麼算命 然後他就說好 你先喝完 於是我們就喝了那個咖啡 很香 很春 他說好 現在 因為我們通常那個咖啡 它下面不是會有一個盤子 好 現在喝完 那他們那個土耳其咖啡 他們是咖啡渣會 對 帶渣的 所以你喝完之後 會殘餘那個咖啡渣 殘餘咖啡渣之後 你就把盤子拿起來 蓋在那個咖啡杯的上面 蓋著之後 倒過來 倒過來之後就先不要動 因為它那時候 就因為有熱氣的關係 就會跟盤子吸在一起 然後那土耳其咖啡渣 就會開始可能流散在那個 你的那個杯 盤子上面 對 因為你倒過來對不對 它就會流散到 杯頭上面那邊 杯口那邊 然後大概可能過了 差不多五分鐘之後 就把它打開 然後他們的算命法就是 它會看你每個人的咖啡杯 剩下的咖啡渣流動的方向都不一樣 然後它就會看你流出 什麼樣的線型圖 然後它是跟我解釋說 比如它現在 看出它可能 那個流的方向已經什麼 形成像一隻小鳥 然後可能就會代表什麼 可以算愛情 算工作 然後如果流出什麼 有點像心形的感覺 從它的形狀 對 從它那個流出來的線型圖 然後去算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那妳有算嗎 我當時有算感情 結果準嗎 結果出現什麼樣的形狀 我的是有點像心形的形狀 心形 對 然後我就說那 心形相應就會圓滿嗎 可以嗎 我會跟這個結婚嗎 她又說不會 對 是怎麼樣 心很遠嗎 對 她就一直講說 她就說基本上這兩顆心 可能都還不是那麼定性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不是那麼相信算命 但是我是屬於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所以她講了我會聽 然後會聽說 不是說妳有一次妳的朋友 去算命說她主持節目 是算得不準的是不是 有沒有 不是 那個是很好笑 我就不知道說是誰了 我們那時候在某一個台 它有一個新的台 然後那就因為是吸收北部的觀眾 是都會的 然後我跟趙志祥在那裡 算是開了第一代的節目 然後放在八點鐘 時段非常好的節目 黃金時段 這也很不錯 然後後來就有... 節目都做到第三季了嘛 還不錯 然後有一天就請了一個人 他本來不是在做這件事情 後來去學了算命 他那天是特別來賓 他請了另外一位藝人 那藝人是歌手 但停了一段時間沒有發片了 人家回頭再發片 就很緊張 所以他剛好也是來宣傳 那我們就說好啊 那這樣子順便就來算算看 他的唱片怎麼樣 然後我們還幫他做了道具 就是那個錢幣 因為他是算藝金嘛 滋味 八卦這種 藝金八卦 所以就做了那個大錢幣 這樣鏡頭比較容易拍嘛 所以大家就丟啊 然後就算那個藝人 然後藝人就說 那我這張唱片賣得好不好 我以後什麼...的 他就說 你這張唱片大賣 從掛相上來看 大賣 然後呢 你不用擔心 你就算是說你這個唱片什麼 你慢慢會出現一個轉型 你會開始主持節目 會開始怎麼樣... 講得說他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當然就很開心 真的嗎 謝謝 我們身為主持人 也就要問節目嘛 節目呢 節目我們做到第三季了 所以妳也下去問了 我們都是主持人順便嘛 就問說那節目怎麼樣啊 他就...也丟嘛 丟... 我跟趙翔丟就丟出來 他就說 你們這個節目收視長紅啊 而且長長久久 你說不只第三季 第五季 第六季都有可能 而且你們會賺錢 你們會因為這個節目 吃香的喝辣 好開心喔 製作人心花怒放糟 對 當天就直接請客 對 對 然後因為我們那一集錄完之後 因為存檔夠 還有不知道誰要出國的問題 所以就兩個禮拜以後才再錄 然後雖然是日常的節目 可是我們前面錄了很多存檔 就兩個禮拜 約好的時間要錄影的前兩天 製作人就打電話來說 那個...因為電視台 一直要調整這個台的台性 就所有的節目全部要調過 有一個喔 妳有批熊班 上班小姐 難怪胸部會這麼大 來... 胸部會這麼大 是很紅牌的... 紅牌耶 是紅牌 要做到紅牌不容易 白你的前世也是一個什麼 妓女喔 她一隻狗啦 她有一次是妓女 對啦 因為妳今年非常有長輩人 長輩人 所以我不管 尤其是 我還蠻有長輩人 尤其是男性的長輩 沒有 這長輩人是 她到我11歲 11歲 唉唷 游游不可能 不是 我是說 有... 大嫂... 大嫂... 前兩天 製作人就打電話來說 那個... 因為電視台 一直要調整這個台的台性 所以所有的節目全部要調過 那我們節目就錄到上次那一集 算最後一集 還蠻... 還蠻... 會做好幾鏡啊 吃香喝辣... 吃香喝辣 因為停了沒有工作了嘛 每天在餐廳 然後這個藝人上面也沒賣 她也沒有轉型到主持人 但是她轉型到變平凡的人 沒有 她就是... 沒有 現在還是看得到她 還是看得到她 只是她的工作重心 已經不在這件事情上面了 做別的事情了 那我們就停了她 然後可是我們覺得很好笑 又好笑又好氣 但是我跟趙小強 還是請了所有的工作人員 我們就去吃飯 然後那天就跟大家 真的是吃香喝辣 對 我們在吃的同時 我們就說 她有一件事說對了 我們不就在這吃香喝辣 對不對 我們來問一下我們的林老師 但是以我們兩個姓名血加起來 這個節目可以做同情 然後你... 有水準啊 天啊 好外星 完了... 但就這個節目... 你不要... 你不要算完以後真的隔兩天 連我們這個節目型態又換了 對... 我們是這個節目的事先 一般不是這樣看 就是說看你們本身你們的事項 因為現在當王嘛 前一回我就有說過 因為你們兩個就是... 這個紋就是豆絲甘蔗 就是會越來越甜 越來越甜就對了 對 所以說... 這個嗎 我騙了一個半小時 幾乎成一個小時 對啊 本來三起三天 下次三兩天 不會騙一天啊 不會... 不會啦... 對你們自己來說 你們的演藝術當然是越來越好 但是不是說在這個節目幾天嘛 所以說... 意思是說這個節目 在那個婚禮而已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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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怎麼說也做到... 就... 笑不得了啦 笑死我了 不是...所以說... 如果說兩個運都很強 然後... 然後再... 當時在這個節目在做的時候 當然這個節目 當然有可能要做得久 所以我說 如果以你們的事項來說 你們本身的事項來說就是... 因為很多節目在做嘛對不對 所以不是只有這個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兩個運都很強 當然... 當時在做一個節目 所以這個節目當然可以做得久 那我們兩個的運強不強 對 我說過 你們本來運是到自甘蔗的時候 所以... 對現在開箱你們的運 還可以做得久 你們的運... 你們的演藝術業 你們本身的術業 還可以做得久 對啊 是喔 我是跟著文英阿姨的腳步走的 阿嬤不用啦 阿嬤說還拚五年了 他就要收了 沒有... 我也是跟文英阿姨 其實想要不能太囂張 你看 就是說大家現在要在文英阿姨家 共藏身排 沒有 沒有問題就要問我們的票 不能助詞好了 你來幫我看一下我們的郎姑 她的前世是什麼 妳的前世喔 妳的前世 做一個開一個主播店 很有錢 妳是男孩子喔 那一世妳是男孩子 我想我也是 可是妳很會 都讓女孩子給妳騙一騙了 花花公子 對 真的 對 有一次喔 妳又做一個名導演 像 妳有兩歲都是男的 因為郎姑她很有智慧 那當導演絕對是 很棒 謝謝... 妳第二次的時候 妳當導演的時候很好 就做不錯了 所以妳兩歲 我給妳算兩歲 妳兩歲都是男的 妳不是男人 沒有 我這歲沒三歲 因為生日是男人 真的不出來 不是 如果說 以這一次來講的話 妳朝演藝圈做的是 目前幕後妳都會很好 這個前世對我的影響是什麼呢 在這一世裡面 在這一世裡面 對妳很好啊 就是說妳在序啊 妳就是前世的 做得不錯 所以妳這一次 妳看妳也是演藝圈啊 前世的原因 謝謝... 妳兩世裡面都是男孩子 妳可以延續 可是這個男生女生的性別 為什麼會有所改變 這個是我比較好奇的部分 對啊 為什麼一下子 男生一下女生 我兩世做男生 對 那為什麼 我前一世是土匪 我這一世會變成 那麼順良可愛的女人嗎 對啊 不是 而且還是有朋友 好 不是 阿姬 我要問一下 我前世 我上輩子為什麼是 妳是雞啊 雞啊 一字雞 還在那邊咳咳咳啊 一直講 有啊...有像 有像啊 對 以性別來講 為什麼呢 因為以性別來講 因為我們女生在轉世嘛 就是說在轉世的中間 妳有受得好 沒有 不是... 有受得好 有受得好的時候 在轉世的時候 就讓妳變成說 妳來這裡做男朋友 來這裡做男朋友 其實不一樣 沒有差 沒有像人家說 要收幾年啦 沒有啦 不是 所以不管妳的前世是男的 或者是女的 妳這一世不管是男的 或是女的 不代表就是說妳上輩子做得好 或是怎樣 其實男女都是平等的嘛 可是像我從小 我就比較男孩子個性 是因為那個前面的累積的關係 對啊 還沒有退化完 照常講妳這次也是要 沒有啊 前世我是土匪很兇 我這次就很溫柔啊 沒有...我只有兇起來 像他這樣 那個也像土匪 那傑夫自己人 那我被他咬掉 妳看 土匪的樣子 對 妳看又來了 妳看 妳都忘記了 我們真的要放尿布 那以柔看起來就比較女人 那以柔的前世呢 趕快跳碗底下 以柔在很早以前 就是柔一歲了 妳就是爸爸媽媽 比較早 往生 所以妳都要注意賺錢 是弟弟 妹妹 這樣 有一個喔 妳有批上班 上班小姐 難怪胸部會這麼大 來... 上班一下 是不胖 出門了 貴妃... 貴台由您的訪客 貴妃 第一種來了嗎 是很紅牌的... 紅牌的酒吧 紅牌 很紅牌 是很紅牌 是很紅牌的 紅牌 是很紅牌的 紅牌 紅牌 是紅牌 沒有喔 等一下 我問一下沒有 她賣藝不賣生嗎 那她那時候是只有喝酒 在酒家上班的 妳酒量很好喔 妳跟文藝阿姨一樣 我是沒有在喝 但是酒量還不錯 可是我國際這一次 就是都很孝順父母親 然後也很照顧弟弟 對 所以她買相的 對 那秀琴呢 秀琴喔 她有一歲喔 家裡面喔 妳家就對了 飼很多小鳥啊 飼小鳥就對了 我們在買小鳥 爸爸媽媽都在買小鳥就對了 是 媽媽喔 她跟一隻白文 那個小鳥白文 白文鳥 對 她都會跟她玩你知道 她這隻鳥都會送名 她都帶她去送名 她都處於外面送名 鳥掛 算鳥掛那樣子 我不是算鳥掛 算命仙 對 我怪妳這歲的算我 妳不要給她算我 那妳看 我老公一定不相信 她跟她老公嗎 她老公的前世 知道我老公嗎 跟她的緣分 她老公是打棒球 不是 不是什麼 黃金戰士 她是打看得出來 她老公的緣分嗎 她跟她老公的緣分 她跟她老公的緣分 因為我沒有在上輩子 在兩歲以前 妳有同樣是姊妹 妳是姊妹 姊妹 對 妳兒子那歲是女兒的嗎 不是 她是女兒的 兩個姊妹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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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很好姊妹就對了 有 妳人家看得出來 姊妹 她做最多 妳是妹妹 是這樣 那我們問一下我們林老師 以姓名學來講 她跟那個黃金戰士 就是她老公的那個 兩個姓名合在一起 她需要再去展桃花嗎 這個問題 其實不用 她想太多了對不對 對 就姓名學的角度上來講 其實她們是相合的啦 是相合的 而且其實老公對妳也不錯 很好啊 基本上她對妳會... 那她除了送妹妹 中間再回家以外 她沒別的啊 那個是朋友請她幫忙送的啦 我沒說什麼啊 就是送而已嘛 對啊... 那陳志遠 你算她的名字 她命中有帶桃花嗎 有 這是好桃花啊 對 她的桃花其實還不錯 如果說 人家說她今天就在講棒球 所以她有這麼多粉絲 這也是 她如果來相對 她這個名字 如果招了演藝界 一樣 她也是有這個粉絲 對 這是好桃花啦 所以你就不要亂展桃花了啦 那時候是那個老師 但等一下果都出來了 很久以前算的 對她好一點 然後跟緊一點就沒事了 所以基本上 其實她跟陳志遠的等性命血 合起來是不用去管 也不用擔心 那我們的怡柔呢 她算命都算她晚婚 妳幫她看她的性命 是真的是晚婚 可不可以再早一點 可以挪錢 可不可以明年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往前挪了 已經 現在沒辦法再往前挪了 明年就結婚了 那就本命的桃花上面來講 等一下 林老師我請問一下 可依柔妳是本名嗎 不是 不是 那妳說看性命血 是要看本名還是看藝名 越多人知道的 越多人叫妳的那個名字為主 那當然是可以的 所以很多藝人 其實都是以藝名為主 可是妳之前 妳算我是用我的本名 那不就不准 沒有... 也跟妳的... 妳可以有跟妳的藝名嗎 所以說妳那個 以柔的本命 她桃花其實很旺 桃花其實很旺 她 她真的 對啊 以目前來講的話 可是我跟妳講 如果說談論現在的話 妳要注意 以今年來講的話 妳的感情容易會有波折波動的 一個現象 那...就是妳的感情會... 她會被騙嗎 被騙倒不至於啦 這不叫被騙 感情... 兩相... 兩情相約 誰騙相約不知道 對 可是如果妳 妳說今年如果 會有感情上的波動 現在追求妳的 因為妳今年非常有長輩緣 長輩緣 所以我不管 讀取 我還滿有長輩緣的 尤其是男性的長輩 因為她今年這個長輩 妳會不會還說這個長輩是妳 長輩跟少輩 喂 柔老 不要亂點鴨鴨鴨 沒有 這長輩可能是鐵頭哥 沒有 我們是兩個人 鐵頭不太算長輩啦 她那我11歲 11歲 有可能 有...大嫂... 沒有... 鐵頭在... 鐵頭在... 鐵頭現在有女朋友 不可以嗎 真的嗎 她有 妳是說寶媽嗎 不是 妳不要亂配好不好 寶媽一下會被小鐘 一下會被小鐘 小鐘是王藝人啊 不一樣啊 所以現在長輩對她來講是有利的 對 有利的 這長輩... 長輩這會成為妳的貴人 所以妳今天... 這次出新書的話 這長輩對妳的這個照顧跟提包 會不錯 所以妳這本書應該OK 非常不錯 所以基本上她還是不適合找婚就對了 以她的情緒 剛好 妳還沒想到妳 妳後再結婚就好啦 這不是早上嗎 謝謝兩位老師 謝謝 謝謝